这是世界上拍照最慢的相机 曝光一张照片需要千年的时间 由实验哲学家乔纳森继茨所发明 2018年乔纳森把它放置在了太后湖边 对准了湖畔及远方的山川 理论上来说千年后就能得到一张 记载了历史变迁的岩石照片 相机的构造十分简单 整体为一个同质的圆柱形外壳 外壳的顶部有一个针眼大的小孔 这就是相机能持续曝光千年的原因所在 仿照千年相机的构造 在一个纸盒的一端挖出一个小孔 另一端上放上透明的塑料薄膜 此时将小孔的一端对准燃烧的蜡烛 薄膜上就会呈现出清晰倒立的火苗图像 这就是我们初中学过的小孔成像 很好理解 用一个带有小孔的板遮挡在墙体与物体之间 当光线穿过这个小孔时 会保持着直线传播的路径 所以下方的光线会照射到墙的上方 物体上方的光线会照射到墙的下方 如此便出现了倒立的图像 这就是千年相机的工作原理 相机的一端是小孔 另一端则是感光材料 不需要用电 光透过小孔照射在感光材料上 就能依据光质变色技术捕捉到图像 这种相机有一个特点 成像的质量取决于针孔的大小 针孔越小 光线越集中 成像也就更清晰 但相应的进光量也会减少 就需要更长的曝光时间才行 这张照片就是2012年 英国赫特福德大学艺术系研究生 拍摄8年才完成的一张照片 是不是看一眼就感受到了时光荏苒 同样的依据小孔成像原理 还能模拟投影仪 将屋外的景象搬进房间 只需要在窗户上铺上一块遮光布 再挖出一个小孔就能实现 不过此时图像虽然清晰 但进光亮小亮度也略低 而如果添加一块凸透镜 增强聚光效果后打在墙壁上 明亮又清晰的图像就出现了 在此基础上 如果加装一个平面镜 改变光的传播方向 就能投射出正面的图像 看起来是不是有一种 天然投影仪的即视感 而现实中的投影仪 也确实需要借助凸透镜 来实现投影 专业投影仪投出的图像 可比我们看到的小孔成像 投出的画面清晰许多 比如康家C7投影仪 有着真实1080P的高清物理分辨率 设计上小巧又便捷 配备的一体式云台支架 抚扬角度能自由调节 不光能投墙壁 还可以轻松投天花板 根本不用来回找角度 还支持自动对焦和梯形校正 使用时不用手动 或者使用遥控器去调节焦距 当投射距离发生改变时 机器就会自动根据传感器测距 并按照模型算法 自动调节镜头焦距 直至画面能清晰呈现 侧头也十分清晰 不会虚焦 再搭配上自带的震膜音响 真的是氛围感满满 同时康家C7还能进行语音控制 想看什么就按下语音键 对它说出名称 康家就能自动展现出来 家里的老人和小孩 都能无障碍进行操作 再看看这价格是不是相及了